好呀 加油要缓一缓了 因为油价又要降了 根据国际油价继续走跌的影响 国内油价确定要连9降 从明天开始 汽油柴油每公升再降0.2元 这个降价之后 925000汽油每公升32元 955000汽油33.5元 至于985000汽油35.5元 超级柴油是31元 这是4月2号涨价之后 连续第9次降价了 累积汽油降价已经超过降2块钱以上了